走出車站看見排班計程車 男子快步走上前似乎非常趕時間 你好 要去哪裡 歡迎搭乘 進行安靜帶 十月的地方 一 五 六 六 六 還以為是外地遊客 只是他嘴裡說要去買衣服 實際上是前往北海人家中 收取高額詐騙金 抵達目的地男子下車拿著手機 東張希望確認地址 完全沒發現自己正一步步掉進 警方補下的陷阱 花蓮新城鄉一名被害人 誤信臉書投資廣告 加入投資群組 聽從直視下載詐騙集團 設計的假投資軟體 千千厚厚匯款67萬元 又相信詐騙集團加碼投資 面交七次大約一千兩百多萬現金 等被害人想取回獲利 又被要求再付86萬現金 這時候被害人才意識到 自己手片上當 十七號下午無心車手從台北搭火車到花蓮車站 接著轉搭計程車前往被害人家中 收取最後一筆現金86萬 殊不知被害人已經向警方報案 遠景早一步附近埋伏 等車手下車上前壓制逮捕 小靠小靠 奇怪的是無心車手還沒收到錢 隨身包包裡卻有十多萬元現金 原來他上午剛收完另一名被害人的髒款 偷偷A走其中一疊錢意外被查獲 黑吃黑 另外警方也持續追查 30號在逮捕一名40歲武裝姓車手 還有一名22歲軸性監控手 後續警方持續追查金流 以及上游集團成員 阻止他們繼續詐騙 TVBS新聞 高志宏 蔡新瑜 花蓮採訪報導